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夜幕降临 沉重的时间近了 运动员们又喜又悲 喜悦的事很快就要摆脱煎熬了 悲伤的事时间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赛事主办方的卢本先生当众求婚 让大家一同见证着属于他们的幸福 让我们不禁感慨 这座城市不仅有骄好的风光 也充满着浪漫的气息 希望这一愉悦的插曲 能缓解一下劲拔弩张的气氛 我们听到这个武林峰要到西班牙来 我作为河南人呢 比较特别激动 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赶过来的 开了六个小时的车 带老婆孩子过来 对咱们这个武林峰的支持 我经常周末都 每个星期六都有看武林峰这个节目 作为中国人肯定为咱们中国队加油 谢谢 祝中国勇士们取得好的成绩 再遇而归 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稍后登场的是 七十公斤级赵炎对安东尼奥哥迈斯 六十九公斤级宋少秋对伊萨布 六十四公斤级潜意中对卡泽哈亚特 七十五公斤级吴斯汉对亚历山德罗 七十公斤级吴扎南对阿丹马丁斯 武林峰环球全方争霸赛 西班牙战精彩继续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接下来将要为您呈现的是一场 中国对阵西班牙七十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来自中国顺远搏击俱乐部的赵炎 三十五公斤级潜意中 足弃去到一个家族目的 孙家园 一边有变成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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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root 一边 有愈的 Jadi 代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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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岩是95年的选手 现在刚才这套拳打下来有点杨卓的意思 还在找 赵岩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最大的期待是 赵岩的联机能力 因为赵岩本人的力量是非常不错 在70公斤里面也是 体能是非常不错的这种新人选手 本次比赛当然也是 非常有特色的一点就是我们会有 很多后起之秀 包括刘大成 王志伟 赵岩 前一中 黄厉等等的这样选手都悉数登场 本次走进西班牙 也是我们首次来到这个国度 来到了这个马贝拉市 现在赵岩的问题是自己的脚步和拳的配合 目前我们看到赵岩已经挥空了几拳 应该是因为是自己的脚步没有跟到 找机会 测出来 刚才有一个超人拳的嫌疑 但七法没起来 正当 感觉上安东尼奥格麦斯的这个体能非常的好 而且整个的肌肉状态是很不错的 一人打了对方一拳 对方是右手 赵岩是左手 好 前后手 击中对方 对方做了一个后手拳 没打到 刚才前排打到了 赵岩现在在绳圈里 被对方中击 小心 没错 要从绳圈出来 连续的进攻 对方一个跳棋没打到 高扫 赵岩刚才在绳圈边上的被打击呢 是影响了他的状态 现在希希恢复漂亮 前平攻 很琢势 赵岩不要在这个绳脚的时间长期站立 没错 从里面出来 第一回合非常漂亮 赵岩感觉状态还是需要更兴奋一点 对方的高效果 安然是不断是不断的 好 第二回合 那么本次比赛呢 由于中方选手是来到了西班牙 跟对方本土作战 中方选手是蓝角 虽然赵岩穿的是红色的短裤 对方是红角 扫贴 现在对方是处在整个擂台的中间位置 是处于攻势 赵岩是一位擅长打防反 和这个主动进攻的选手 有的时候 他的整个表现有点涌动机的感觉 他一直以来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己的进攻不够连贯 我们看刚才 安东尼奥格曼斯已经用了两组的进攻 击打了赵岩 赵岩现在需要主动发出自己的进攻 然后把这个局势找回来 赵岩需要把自己的兴奋起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一回合 如果被对方压住的话 必须需要一组或者一个非常明晰的重击 才能让对方把自己的劣势扳回来 对方刚才一个转身的后摆拳 没打到 赵岩现在不要往后退 要往前走 转身的后灯判断的距离不够好 赵岩不要在绳脚里跟对方对拼 对方目前是W 透手摆拳 击中了对方 对方的表情 有一点晕 赵岩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没有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 对方应该是已经缓过来了 刚才的那一拳 非常非常明晰地打到了对方的面颊上 在一段时间内的赵岩其实是有优势的 刚才他并没有增大自己的这个优势 还是选择以稳健的方式继续打下去 现在两个人开始猜对方的进攻 因为赵岩已经体会到了对方的这个连续进攻的能力 而对方也体会到了赵岩单击重击的这种威力 所以双方都对对方略有忌惮 我们看这个场下的朱冰教练呢 一直在这个告诉赵岩 你的拳要往下压 因为拳如果往上飘起来以后的力量就不足了 赵岩目前在对攻频率和密度上 是不能跟对方对拼的 而只能在拳法的质量上跟对方进行打击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还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回合 好 那现在进入了传统意义上的最终局 前次 赵岩在这一回合看来是想拿回自己的攻势和优势 对方的前次没有打到 赵岩在找机会 后摆前摆 双方在进入了两回合的了解以后呢 赵岩发现了对方在输出的时候脚步并不移动 所以选择了打点以后快速进攻以后离开 而对方发现了赵岩的这个连击能力并不是非常优秀 对方选择以这种高密度的这个组合型的进攻 跟赵岩对拼 没错 这个时候赵岩的确是需要先打 自己需要先出动作这样的话压制住对方 如果只是打防反的话相对于对方的组合要比赵岩要强 对方的前手平勾又打到了赵岩的面部 刚才是双方拼吸的时候蹭到了赵岩的裆部 赵岩侧拽腿 整灯 这个狙击也不错 赵岩的实际把控呢比原来要好一些了 现在 哎 漂亮 超人拳接左腿的点吸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到了几次的所谓的神来之笔啊 赵岩需要更多的是自己的这个整整体的战略意图 和这种主动进攻的战略的风格 目前打防反的风格呢 其实并不太适合赵岩的发挥 赵岩不是那种啊 在对方进攻的时候可以非常非常快的 及时的反映出自己的进攻战略的选手 而他需要的是自己有优势的压制对方的局面 跳起没打到 扫踢正当 前后手 两个人在这一轮的对拼基本上都打空了 比赛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那赵岩这个时候不如去打一轮进攻 在整场比赛中以防反的方式进攻的话 在裁判的判罚中的也会有所影响 好 赵岩在找机会吗 没有 对方的正灯 时间已经不多了 两个人要不要对拼 哎 垮倒了 好 对方的左手平高击中 扫踢 赵岩的连续进攻 比赛时间到了 那在这场比赛中 我们看到安东尼奥 格麦斯 WKO70公斤的世界冠军 的确在 比赛的技术全面性处战 心理状态也非常的好 赵岩在这场比赛中 有几个不错的表现 但整体看来还是有点消极 我们也期待着他继续的进步 毕竟95年的决手 还有很长的时间 我们来期待一下 最后的比赛结果 我们可能会在这里 我们可能会在赵岳 Piece 完成 赵岳石 完成 赵岳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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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进华 这场比赛 有没有总结一下这场比赛 我是第一局 第一局然后跟他打 完全进攻时候 然后眼挨了一下 然后眼睛第一局看不清了 自己也没有什么遗憾了 反正自己输就输了 回去自己好好总结 再加油 身后登场的是 将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接下来将要为您呈现的是一场中国对西班牙 69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来自中国 比赛 比赛现在开始 这是武林峰 环球全方正八赛 走进西班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男子69公斤级的比赛 是 红方 是来自西班牙的伊萨姆 22胜 目前零负20次KO 拥有非常强悍战绩的一位选手 而他的对手是来自伊龙奥宇的宋少秋 96年的选手 七胜两副的战绩 对方是一个炸药包式的选手 戴着白色的手套 因为两个人的短裤类似 我们用手套来区分 本次中方选手 因为来到西班牙 我们是蓝角选手 而对方是红角 对方用了好多次 有点像远春拳的蓝门角 这样的一个方式 也挺少见 宋少秋来自伊龙奥宇 也是一位新星 本次我们来到西班牙的比赛 也有很多我们的新的选手 除了蓝城 比如王志伟 赵岩以外的前一中 黄丽等等 包括现在站在台上的宋少秋 都是我们的新生的小将 伊萨姆这位选手 感觉就是浑身充满了 这个爆炸的力量 要跟对方拼命的感觉 不过现在我们看宋少秋 把对方顶在了这个绳脚边 这个腿出的预判的距离 还是需要再谨慎一点 本次我们来到的这个西班牙的马贝拉 也是受到了当地的欢迎 并且现在地中海气候的 当地的气候非常舒服 本次的我们的选手 备战也相对于原来来说 稍微好一点 不过也是经历了 三十多个小时的飞机 也是给我们的选手 说一声辛苦 为了传播这个中国的文化 和我们的武术精神 武林方一直以来都致力于 向世界各地进行 友好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活动 并且我们也是首次挣扎西班牙 宋少秋的后手打到 截腿以后的后手支拳 这个截腿摔 裁判认为是两次发力了 但其实还好 打击了一次 如果严格意义上来说 也是有两次发力 刘西 低嫂 高段没有打到 转身的后摆 运动太大了 伊萨姆的战绩 让我们感觉很恐怖 22胜20次KO 这样的一个选手 时时都得防守着 他这个进攻 进攻 好 前摆后直 正都没有打到 接腿后的打击的打击术效果也不是很好 我们看本次宋少秋的表现呢 我感觉到现在还是有点紧 整个的身体发力包括整个的身体张力的 都是绷紧的状态 漂亮 整个的发力很充分 但是如果没有轻重的变化的话 自己的体能一方面下降比较快 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自己的速度 宋少秋在现在的表现 我们看到就是想跟对方打硬攻 伊萨姆开始这个发力了以后呢 宋少秋的这个打击的力量 因为比较足 每一下进攻都比较足 所以速度相对慢一点 而且我们很担心 如果要是用这种全力抡摆的方式去打到第三回合 还有没有这么多的体能 双跳 可以说在这场这一回合的比赛 伊萨姆并没有展示出来跟战绩等同的这种对攻的能力 宋少秋呢 在整个比赛的表现是 一直寻求着给对方打对攻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可能也在气势上压制了对方 我们看宋少秋的进攻套路路数很刚猛啊 打斧 低扫 对方还一个 后手 又打斧击中 前摆后直又击中 这一次的进攻中 宋少秋战打得不错 后手拳 连续的打击 小机会 对方在绳脚里 看宋少秋怎么处理 对方出来 对方选择了一个前手的 类似于刺拳的 有点盖眼的这种动作 然后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移了出来 对方的舞台 宋少秋习惯这个接腿后抱着对方的腿进行打击 我们看 哦 哦 哦 对方现在捂着自己的裆部 但是裁判还是坚决的独了秒 这样的话 苏少秋就拿到了一个强制八秒 在这一回合拿到了一个局点 非常漂亮 我们来看苏少秋 能不能继续增加自己的优势 后手拳 连续打击 对方的这个进攻也很快 我们看连续的拳法的密度 非常漂亮的一场对攻 不过刚才的这一下 苏少秋被拿到了对方的一个独秒点 这样的话在第二回合是肯定的 好 七胜两负的宋少秋 面对二十二胜五败二十次KO的对手 给了对方一个堵秒 非常漂亮 现在宋少秋把对方堵在了绳脚边上 还要继续施业 好 好 七胜两负的宋少秋 有时钟似乎我先走啊 我们裁判说你要听我的命令 不要着急打 对方的摆拳顶膝 扫踢 多少球往前进 伊萨姆在这一回合的这种进攻表现 非常漂亮 好 转身的边拳 接腿 接腿摔是允许的 继续 刚才的这个动作应对 我们个人认为宋少秋也是比较正确的 对方正好处在一波攻势里边 截断他的攻势 用接腿摔来克制对方的节奏 宋少秋现在的问题就是 如果自己要进攻就要先出 现在目前是伊萨姆出的动作相对较多 而且也是占着比较大的主动权 好漂亮 我看伊萨姆的拳法不是非常的重 他的拳法 更重视的是自己的这种连续性和打击的密度 高位的正当 接腿摔 裁判警告的说你不可以二次发力把对方抬起来去扔 裁判警告的说你不可以二次发力把对方抬起来去扔 又一次警告了宋少秋 我们看伊萨姆的主要进攻方式呢是更加在意自己打击的连续性 中间排队 肯定了 一扶 宋少秋刚才的这个扫踢呢是把自己的整个位移 空出来然后用自己的整个体重压上去 变线踢也没打到 连续的打击 双方的全力量都用的 不是非常大 不过连续性上面 我个人觉得伊萨姆会好一点 宋小秋的这个腿直线型的截腿 也是控制对方的进攻 这场比赛的时间 已经剩的不多了 伊萨姆这位在战绩上 看着非常恐怖的选手 并没有给我们展示出来 如他战绩所说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刚才上钩很漂亮 好 那我们来最后看一下裁判的判法 全场比赛 比赛结果 蓝方胜 祝贺你宋小秋 这场比赛打的感觉怎么样 这场比赛打的感觉挺辛苦 因为我是第一次跟随武林峰出国比赛 然后心情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一定要打好了 我不能给我的团队丢脸 然后就是因为我前面一场比赛已经输了 我不能再输第二场比赛了 所以认真去对待每一场比赛 肯定会有收获的 谢谢你 请加油 谢谢 收获登场的是 64公斤级前一钟 对卡泽哈亚特 75公斤级 吴斯汗对亚历山得夺 75公斤级 吴嘉兰对阿丹马丁斯 武林峰环球拳防争霸赛 西班牙战精彩继续 接下来我们将要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 中国对阵西班牙64公斤级的比赛 我们首先要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IFMA世界泰拳锦标赛亚军获得者 来自中国香港的钱一钟 消失败的 跟其他人的手指, 跟另一位日本的代表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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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開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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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潜艺中 来自香港福特拳馆 很多观众应该对他也有了解 IFMA的世界泰拳锦标赛的亚军 44胜10负的战绩是一个泰式的选手 我们看双方在这个维度上的潜艺中要比对方小一点 而且在赛前的这个新发布会呢 潜艺中是非常含蓄啊 表现的有一点点小的紧张和害羞 我们来看在赛场上潜艺中能不能快速的适应这个擂台的比赛 我们看潜艺中还有比较明显的泰式的这种风格 用下肢的进攻为自己的这个总结性的停顿 或者说作为一个双方对攻这个回合的一个小的短暂的休息 中段 前刺中段 泰式的选手呢是不太在意对方是不是对中段进行防御的 刚才对方其实做了有点带摔的嫌疑啊 双方在互拼 对方 这个卡泽哈亚特呢相对来说的这个进攻 多变性要比潜艺中要强 有自己的拳法加腿法的连接 对方有非常不错的战绩和两条这个金腰带的头衔 那本次比赛呢我们来到西班牙呢 也是有很多我们的新秀啊 除了老将所谓的刘大成 我们的王志伟赵岩以外 潜艺中黄历等等的选手呢都是新手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弱 这刚才有又有带摔的嫌疑了 前四 前后白球 哇 潜艺中 小心 感觉有点意识有点恍惚 哇 刚才太危险了 刚才感觉前一种整个的意识都在这个 慢慢的有点恍惚 前四 哇 这个比赛刚才真的是太惊险了 相对来说我们说卡茨和汉牙特 也就是左边欣赏 而且我们看在维度上的明显是比前一周要大 这次比赛呢 好 那现在进入了第二回合 好 那现在进入了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前一种 其实在后面的比赛里面 有一点悬 有点险啊 现在 哇 双方对攻 卡茨哈亚特一上来有点得理不让人的意思 前一种扫腿 正当 没错 现在控制距离是自己需要做的 毕竟跟对方拼拳 并不是前一种的长项 哇 后手拳 低扫 这场比赛卡茨哈亚特的表现很是凶猛 香港辅作拳馆呢 是主要以这个泰拳训练或泰拳式的 自由搏击训练为主的一个拳馆 在我们武林峰走进香港的比赛里面呢 他们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 包括我们一直很熟悉的这个香港的功夫兄弟啊 这个陈氏兄弟 前一中这个时候应该改变一下自己的进攻方式 如果在中进距离没有办法跟对方拼拳的话 没错 就像现在这样 用态势的内围孤颈 Clinch来限制一下对方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双手孤颈的这个频率一定要注意 毕竟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 双手孤颈是会被作为消极的一个方面 前一中需要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开阔的平台 我们看 在他的进攻中多次以这个 使用前后手直拳接抡腿的这种扫砍为主 他需要一个 哦 对弯护齿 像一道流星一样闪过 划出了这个擂台 好 现在双方继续回到比赛 刚才场上医疗监督进行了检测和这个前移动没什么问题 我们看在双方的身体维度上感觉都不是一个量级的 前一中要小的多 扫踢 前刺 前扫 对方的前后手的摆拳的力量非常的重 加上自己的扫踢 前一中现在选择这个硬碰硬的方式 对自己的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 前一中有点脚步已经开始亮枪了 连续的摆拳 又一次掉了护齿 第二回合已经结束 我们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三回合 在第二回合的表现依然是卡扎哈亚特的表现 毕竟他更希望跟前一中进行硬碰硬的对攻 自己的维度爆发力都是不错的 前一中在这一回合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战术 是不是要跟对方进行对拼 好 那现在进入了第三回合 第三回合传统意义上是太拳手的回合 他们习惯于五回合的对攻从第三回合开始发力 但在这一回合中前一中因为被对方压制了比较多的时间 不知道还能不能发挥出来 泰拳手的优势在于他们的身体硬度和非常出色的重击能力 而他们的劣势也是在于他们的相对迟滞的步伐 和对于中近距离高密度拳法的防御能力 我们看前一中每一次的打法是相对固定的 自己前手后手的直拳接自己的一个扫踢 而对方的打法相对比较立体 太拳手这个习惯于用自己的这个腿法或者下肢进攻为主要的总终结 这也是跟他们的比赛规则相关 刚才的这个左侧摇闪不错 躲开了 左手平高 顶夕连续的打击 前一中刚才在这个混战之中左手平高拳击中了对方 卡特哈亚特的表现非常的凶悍 但又不是非常的极简 场下的边角一直在告诉前一中把手拿高进行防守 但似乎对他的影响并不大 他整场比赛的表现的战术和整个的意图呢 都是比较明显而稳定的 左手平高拳又击中了 刚才这个接腿栓呢有一点强接的意思 不会对分数有所影响 真的给我的感觉在64公斤级这个级别里 他的对手这维度有点过大了 在这段的对攻中呢前一中还是用了自己 还是用了自己比较熟悉的这个扫踢和自己的前后直拳 但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 这场比赛的胜负我觉得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个做好自己的比赛 你这是非常紧的 勶交球 辰载的颡量 拉10,5公斤 要得胜负,四走 打一个打三� JUST 與通过来的 他实际上 Without you 有 deze几乎振骨架 记得要背后 Phantom 中温都比起初 最新一代 本周将为您�� city 組合 观看 同时 Fro君之夜 分аты 是 中国区新人王挑战资格赛 67公斤级四人战 赛场惊险不断 意外连连 国际小将疯狂对护 显示理性 现场昏厥掉落拳台 甚为合音 方便高途频遭提挡 勾气坦克惨吐训练经历 武林崩之拳击一台 12月18日 敬请关注 稍后登场的是 75公斤级吴斯汗对亚历山德罗 70公斤级吴嘉兰对阿丹马丁斯 武林峰环球拳帮争霸赛 西班牙战精彩继续 接下来今天为您呈现的是一场 中国对西班牙75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来自中国的吴斯汗 很有能力的 很讨厌 sext转发 het 我们开始 蛋黄 正细 要取悜 太好了 셔서 Atención A Terminator A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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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 Paso Wow Atención B existente Chan Cheers Lence P TV Encro Cheers K P D A De A 这里是武林峰 环球全方争霸赛 走进西班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是在马贝拉 为您带来这一场男子的自由搏击赛 这是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 吴斯汗 很多观众非常熟悉了 兴武创新 目前应该是身高最高的选手 拥有一米八八 二十胜八负的战绩 在这个级别里 可以说是拥有这个统育力的身高 而他的对手是亚历山多罗 十一胜两负一米八三的身高 其实身高也还不错 这场75公斤级的比赛 吴斯汗还是一如既往的 我认为会打控制 因为自己拥有这么傲人的身高 如果不打控制 实在是亏了自己现在的这个状态 吴斯汗自己除了有傲人的臂展 和这个腿的长度以外 他的顶膝也是非常的不错 会让很多擅长做摇臂 进入打内身的这样的选手 有的时候防不住 我们看刚才的顶膝 常常裁判 是来自中国的赵紫阳老师 前摆 吴斯汗 吴斯汗的端架呢 也是这个新武创新典型的 散手式散打式的端架 脚下保持比较相对灵动 两个手抱护头的方向比较高 身体相对侧向 双方换拳 刚才亚历山多罗打到了吴斯汗 双跳膝有点盲目了 腾空动作一直以来和转身动作的都是我们自由搏击赛场上最喜欢看到的技术之一 正因为他们的难度变高 也是因为也正是因为这样的难度呢 观众更喜欢看这样的一个动作 可是在腾空中的过程中 你是不能改变自己的方向的 转身的时候会有瞬间自己看不到对手 这些也都是这些动作的问题 哇 亚历山多罗的表现的拳法很扎实 整个的身体维度我们看要比吴斯汗大 吴斯汗一直保持着想打防反 其实这样的身高 我个人认为多打一些进攻并不是没有好处的 哦 对方前后摆 吴斯汗后手拳 右手左手拳点吸 哇 连续打击 亚历山多罗有反应了 吴斯汗的这个身材呢 并不是非常的健壮 但是吴斯汗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好的 漂亮 又达到了 又一次 前后手的摆拳 双方的对轰 吴斯汗如果打摆拳的话 一定要把对方拉开 否则做上钩会更好一点 毕竟自己的臂展上 在超近距离是一个比较大的劣势了 挺齐 漂亮 哇 两个人都是 右手拳左手拳点拳 亚历山多罗的这个打得很聪明 在进入比较近的距离的时候 亚历山多罗的摆拳会出现比较好的效果 吴斯汗跟对方进行了对拼的一回合 双方打得很难忍 这边就是赛场的气氛也被点燃了 好 现在进入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 双方在后半段呢 对拼打得非常的精彩 相对来说 吴斯汗赢 对 没错 就是这个距离 相对于对方的中远距离 和自己的中距离是吴斯汗最擅长的 而对方呢 如果进入比较近的距离 实际上对对方是比较有利的 毕竟对方的臂展比吴斯汗要短 再来山多罗的这个攻击的力量是很好的 吴斯汗要小心 后白拳 刚才朱斌教练教这个在教学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让出这个后手前手这样的组合 双方进入这个超近距离 没错 吴斯汗要用吸 如果进入超近距离 所以吴斯汗的吸法呢就会给自己带来比较好的优势 加上自己这个比较傲人的身高啊 这个点吸时不时就可以上头 给对方也是比较大的威胁 前手后手的打击 跳吸 在这一回合或者这场比赛中 我们可以看到吴斯汗的表现相对于原来来说打的硬朗多了 上钩 顶席 没错 上头 双跳吸 对方的这个拳顶 迎击 对方的摆拳 顶不住了 被乌斯汗顶在了绳脚上 我们看在这一回合中 乌斯汗的压制是非常漂亮的 啊 亚里山多罗在第一回合的几次的这个重拳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比较大的震撼 但是在第二回合乌斯汗在慢慢的找到了自己的距离以后 我们看给了亚里山多罗很大的压制 点击 哦 左手 掺摆 marque 杨多罗刚才左手的摆拳 顶打到 乌斯汗的左腿的高位的顶膝 前手的刺拳 乌斯汗左手的连摆 跳膝 后手摆拳 双手的孤颈 斜置对方的平衡 非常的漂亮 上高 在这一回合中 我们看到了好像 2.0版的吴斯汉 整个的攻击能力 非常的硬朗 顶膝对方出了 在顶膝的同时 踢了吴斯汉的膝盖下面 脚踝的位置 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 压力山多罗的这个重拳 一直感觉是在 这个跌着的感觉 吴斯汉一定要小心 保护自己的头部 和有效部位 我们看 朱斌教练上来 给了一个大拇指 很满意自己 这个学生的表现 这一回合作为了一个大拇指 这一回合作为了一个大拇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这个顶锡有点联系的嫌疑了 我们看双方进入超近距离 哇 这个山多罗摆拳 五三拉过来 现在双方的体能都在下降 就看 漂亮很扎实的后手拳 对方的后手摆拳 顶锡 现在双方这个纠缠的是 哦 要山多罗的后摆拳 吴斯汗的体能现在好像有点下 双方现在纠缠的时间变长了 说明体能也会出现一点小问题 直接孤住这个搏镜的后面 用这种dirty boxing 也就是在美国这个所谓的肮脏拳击的这种方式 抓着对方的后镜进行打击 这个在规则里是允许的 双方头对头 碰了一下 连续两次打击都打在了吴斯汗的轴肩上 漂亮后手拳打到了 现在山多罗在最后的时间 那么这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裁判的最后判法 第三回合 双方的表现更好一点 第二回合肯定又是吴斯汗的 表现更好 在这场比赛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2.0版的吴斯汗了 在进攻中呢 原来这种身高的 吴斯汗呢 是不太敢决定帮对拼的 这场比赛中 吴斯汗打得非常的硬气 比赛结果平局 加三一局 哇 这场比赛出现了平局 我个人会认为 吴斯汗的优势会相对对手来说 大一点 那现在进入平局以后呢 双方不光拼的是一个 体能啊 更拼的是一个心态 开始我们整场比赛的激情 已经被点燃了 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一个 重拳手 叶莱山斗罗和一个非常爷们啊 拥有非常好的身高 臂展的选手 竟然给对方不打距离战 而是打了对方的内围对拼 吴斯汗上高 自己可以选择控制距离 但他并没有选这样 还是那句话 对方的后手拳 塞到了吴斯汗 漂亮 打到了 吴斯汗用自己比较灵活的脚步 在移动中找寻其机会 双方又贴在了一起 我们看这像一场拳击比赛一样 吴斯汗要多用自己的吸 拳法的进攻呢 由于自己的臂展的问题 在进入超近距离以后 没有对方容易发挥力量 推开 前手后手连击 顶在龙脚边上 绳脚边 这场比赛给我们看的真的是热血沸腾啊 连续的对攻双方 谁也寸土不让的这种表现 打斧 两个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言善逗逗刚才用了下面的这个 踢支撑腿来破坏平衡的方式 想遏制吴斯汗往前压的这种状态 吴斯汗的主要进攻点在对方的这个面部 而对方的主要进攻点在乌斯汗的胸腹部 这也是没有办法如果往上捞着勾的话 我们看就像这样的拳法呢 是不是非常容易命中的 好 这种小的刺拳 不会对选手有过大的身体伤害 但是对这个节奏的破坏也会有一定效果 吴斯汗现在需要几次中击 对方的这种上钩 我们看下边踢支撑腿 上面打上钩拳 在体能上 现在山多罗的下进好像要快一些 吴斯汗后手拳 好对方的后手摆拳 又打中吴斯汗一次 这场比赛的四个回合打得非常的漂亮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裁判的判法 但给我的感觉非常欣喜的就是 一个2.0版的吴斯汗出现了 如果他能把这个状态稳定下来 他真的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新武创新的台柱 我们来期待一下裁判的这种状态 我们来期待一下裁判的最重要 我中央会期待 往下步 白走了 刚 становится 要小心 我来上场之前还是在打哈 但是总体来说 自己的一些练的激战术 还是没有打出来 所以说这次的书 也是给自己去教学 以后回去加强自己的激战术 不会再被对手带到他的节奏里面 所以一切都是自己的原因 回去好好努力 我争取下一次打得更好一点 对阿丹 马丁斯 武林峰环球全方争霸赛 西班牙战精彩继续 接下来先要为您呈现的是 中国对阵西班牙 70公斤级的比赛 首先为大家请出的是蓝方选手 来自中国明辉俱乐部的吴嘉楠 XX Mar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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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Make it stop Make it stop Move your body Hey Make it stop Make it stop 比赛现在开始 这里是五林峰环球全防争拔赛走进西班牙的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男子70公斤级的比赛 是由红方来自西班牙的阿丹马丁斯 面对蓝方来自中国明辉俱乐部的吴嘉南 那这场比赛是70公斤的比赛 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猜想 因为70公斤是一个世界级别 在70公斤的自由搏击擂台上 曾经展现出来很多我们到目前还一直津津乐道的明星 比如当年的K1四天王等等 那在中国目前70公斤 我们非常需要一位顶梁式的人物 包括现在的交付开等等的选手都在为此而奋斗 目前本次的吴嘉南来自明辉俱乐部 是中国散打锦标赛的第五名14年的成绩 明辉俱乐部也是一个以散打自由搏击化为主要进程的俱乐部 相对于新武创新更在意选手的连击能力和他的技法多变性 明辉俱乐部的大多数选手是以自己的重击能力为主要加强点的 他们的选手有很多出来以后的重击能力都非常的出色 我们看现在穿着浅蓝色短裤的就是吴嘉南 我们看 打击的数量并不多 但是力量很好 像2014年有成绩这样的选手呢 基本上都是在散打太拳化后期的这个选手 他们在这个进攻的重击能力上呢也是非常的不错 而明辉俱乐部呢就主要是针对了这一方面进行加强 西班牙的阿丹马丁斯呢是26胜三负的战绩 目前还没有头衔 明辉俱乐部的选手吴嘉南 目前是五胜一负这样的自由搏击战绩 刚刚转型自由搏击不太久 哦我们看 吴嘉南的全法的进攻很扎实 并不是动作很多 但是在每次进攻中呢都希望把力量用足在其进攻 70公斤 选手可以在这个级别进行很多的分化 比如说提高了自己的打击力量 比如说提高自己的打击频率 增加自己的腿弓增加自己的拳弓 当年的K14天王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一面 前直前上高后直低扫 全路的选择是很宽 而且很灵活 虽然看起来两个人的打击互动数呢 并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力量表现 呃吴嘉南在此之前呢 我们并没有特别的关注过他 而这场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呃 整个明昧的表现的区别和联系 好选手进入第二回合呢 作为明昧的选手呢 我们很期待他的这个重击表现能力 我们看在对方腿被自己扛在肩膀上以后 一轮爆起的进攻吴嘉南 他的对手阿达马丁斯呢 目前表示的还是比较的 防反的意识比较严重 没有什么太多的主动进攻 好高位的抛拳 我们刚才看这个这次总教练朱斌呢 给这个吴嘉南的这个指导里面就有这种 前手的斜下往上打的干打 后手的右上往下打的抛拳 然后做自己的扫踢 这样的一个技术 我们看吴嘉南的会不会用出来 递扫 散打的选手如果在转型的过程中呢 会出现第二回合末的这个体能平静 第二回合末到第三回合的体能平静 和自己的这个进攻中 后半段的这个进攻劈软 吴嘉南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由于身高相对对方比较低呢 吴嘉南是需要自己打进去 以后再进行进攻 而且自己又擅长的是这个相对距离比较近的拳法 中段的扫踢 前摆拳 后摆拳 现在我们看到阿丹玛丁斯呢 表现的慢慢的开始积极起来了 而吴嘉南给我们的感觉就是 一直是一个稳健的进攻中 毕竟是这个散打的这个 曾经的散打体制练的选手 自己的水准还是非常的稳定 我们一直在期待着这个散打式的选手 可以在这个旧搏击规则的擂台上 打出自己的特色 现在新武创新包括明辉都在致力于此在努力 吴嘉南的拳法的路线的变化不是非常的多 还是以这种打的有效性为主要的进攻 对方的扫踢直接用手臂去挡以后用后手拳进行打击 很硬朗的打法 对方的后直 吴嘉南的 一个侧面的摇臂躲开正灯 第一位打斧 后手拳 前后手低扫 现在两个人选手的拼的数量其实并不太多 两个人的有效率都不错 出拳的力量相对来说吴嘉南要好一些 但对方的打击频率和密度要大一点 本次比赛我们来到西班牙的马贝拉 也是体会到了这种地中海的风情 非常的好的天气 给我们选手的备战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天气条件 那我们以每次武林峰呢都是以展现中国力量 中国文化为主要的宗旨 本次也是我们首次进入西班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好 那么继续进行第三回合的比赛 我们也期待吴嘉南的表现 毕竟两个人在前两回合的进攻 哇 吴嘉南的后手前手 对方的后手拳的摆拳 第一扫 两个人的打法都是以这个扎实为主 吴嘉南在这个中近距离的对拼中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自己有很好的内围的进攻经验 漂亮 上钩 灵徒俱乐部呢也是在最近我们越来越引起了我们的关注 而且他的选手的这种特色呢 也是我个人非常欣赏的一种 很注重自己的这种打击的质量 高位的扫踢 那可以说在这样的一场比赛里呢 我们对于选手打击密度的期待应该是不太 不是非常的高 但是两位选手由于都具有这种重击能力 特别是吴嘉南 我们很期待他能给我们展示出来他拳法的力量 两个人在进入这个中近距离以后 就有点像一场拳击比赛了 漂亮 对方一直攻击吴嘉南的这个大腿 因为吴嘉南到目前为止很少出现提西的防守 毕竟已经第三回合了 不知道会不会有效果 把对方堵在绳脚里想进行进攻 吴嘉南的问题我们现在慢慢的可以看出来 打击的力量是非常的不错的 但是在打击的密度上因为没有办法压制对手 所以导致自己的这种打击的量没有办法继续贯彻下去 后手打扶 顶部的顶部的顶部 那么作为阿丹马丁斯呢 目前的表现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的输出频率 也没有给这个吴嘉南造成非常大的伤害 两个人相对来说还是以这个稳健控局为主要目的的两个人 我们看吴嘉南的拳打到马丁斯手套的瞬间 马丁斯进行反击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防反选手的技术 我们看在吴嘉南的后手拳打到马丁斯前手的瞬间 马丁斯的前手从内侧绕过去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内线进攻方式 我们来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打扶 扫腿 高位的扫踢 还在顶 两个人就顶在这个中进距离 很漂亮的一场比赛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比赛的判罚结果 可以说吴嘉南这场比赛表现得不错 对方的打击数应该质量会比较 月ны 打赛表现得不错 三个人去比赛 给你好 打赛表现得不错 consultant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